古爐的偏身泳春是一種耐家拳 每招模式都是以耐力發出 正所謂以依盈氣、以氣推力 以其達到以、氣、力合一的境界 具有極高的散打神形式 古爐泳春和一般泳春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練習的時候比較柔和 達到剛柔並用、柔化剛用的境界 師傅,我們現在去哪裡玩? 來到學生,我就帶你來這裡 探訪一個泳春的一代中仙 梁讚先生的後人 就算了 懸複深山猛虎 棍打海底蛤龍 這裡是榮春派 很有氣勢 這個就是練榮春的 你學過的吧? 我學過小念頭 但未升級他的狀況 還有我很久沒練功了 好啊 這裡是講明春派 梁讚先生的故事 這裡有一張照片是李小龍 和他的師父葉敏 李小龍和梁讚師傅 有什麼關係都很複雜 葉敏是梁讚弟子 陳華純仲素 梁讚師子梁癖 葉敏是梁讚的弟子 我師父是葉敏的徒弟 我和梁讚都很複雜 梁讚先生是師太早了 訂的柱是過百年歷史的 其實很久了 蚊蚊你又學過詠春 這次來到梁讚故居 你知不知道師父有什麼主意呢 灑兔拳 不是師父沒有學過 師父約了詠春的高手 有一個雷師傅 帶我們參見這裡 一個詠春的一代宗師的盧師傅 你想想嗎 想想 好 雷師傅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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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蚊 你好 這個女師傅 又是詠春的高手 聽到你可以引見我們一個 你們的宗師 是我們師傅 梁讚的徒孫 高師傅今天要拜訪的高手 是梁讚先生真正的徒孫 亦都是武術大師 易文先生的同盟 武打影聲李小龍先生的長輩 他就是虎龍偏身詠春 馮震師傅 老師傅 是 梁讚的徒孫 你好 你好 陳叔 你可不可以說梁讚先生 從佛山回來這個家鄉 怎樣去仇徒 他有幾個義館 是賺相同 賺相同 幾個債都不跟他 哈哈哈哈 那把鬥衣上來 蓋上去 沒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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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路 回到來 那些傅裸 就問了 詹先生 回到幾十年 那些年輕人 一個 二個都沒有 不認識 詹先生 想過三晚 然後才答應 他說好 教了幾個 開始的時候教 教了 教了四個人 四個人 四個人 阿鎮叔 我聽到 你說是梁讚先生的徒孫 那你跟誰師傅 我跟黃華三 梁讚先生 四個弟子之一 我就三八年 就跟黃華三 那時候我跟他 就是十七歲 黃華三 都有八十 二十三歲 跟賺先生 二十三 賺先生 七十 他根本上 賺先生 五正 八斬度 他說有一手 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十二 岐廟 明多 佛山 八斬度 就是那些沒有教 沒有 有佛山的榮春 有這個家鄉的古老派 古老偏生 古老偏生的榮春 他玩練給你,即是武功長的時間 盡量編,這手拳不能夠用力 以由制當 過手,大家過手知道 過手知道,他都是由的 用什麼呢? 是用你的身形 是 就是偏身 拳根本上,正身好,偏身好 你有刮刀也可以,根就是根 那就多謝你了